我想上一次我们表达得很清楚 就是洗房法就应该是洗房业务 上次也要求 金管会把需币管理的办法 从洗房法洗出去 所以我也同意 我们不用在洗房法里面 去增值主管机关 或者是他的管理方式 只是对洗房业务 我觉得我们要表达立场 我们认为 述发部根本没有能力管洗房业务 这才是我的重点 你能不能够让现在的述发部 去管洗房业务 我个人是打很大的问号 包括需币的 金管会也没有定出办法 然后在洗房法里面 加了一大堆监管方式 这也不对 但是金管会必须要在 这步法过了一两年之内 把虚拟资产业务拉出去 把电子第三方支付的业务 搞清楚主管单位 这两件事情必须要理清楚 主管机关还有需币管理 这两件事情希望金管会 短时间之内在这个洗房法通过之后 要立刻令定虚拟货币的专法 去把监管的业务从洗房法拉出去 不是让法务部来当金管会的保姆 那保留的部分呢 先看第五条 那第五条的部分 第五条呢 就是有修正东西 好那这个黄委员 是不是要先表示意见 来请黄三声委员 好谢谢主席 我们其实有一个意见 就是第三方支付的部分 因为现在有点 金管会就是有很多责任都推给别人 所以我们认为说第三方支付 交给数发部是很奇怪的 所以是不是也应该把它事权统一 我们还是希望说 能够由金管会来统一管理 那不然数发部 其实什么事情都跟他没关系 然后他突然就管一个 奇怪的第三方支付 而且这些金流这些东西 也不是他可以控管的 以上 好那么关于黄三声委员的这个意见 上次有多位委员都有提出啦 那主要征点呢 是在第五条第一项 那么到第十八款 应该是第二项啦 第二项 就是所谓的办理融资性租赁 提供虚拟资产服务之事业或人员 适用本法关于金融机构 这规定是在院版的部分 那有委员认为说 是不是在第二项呢 应该将第三方支付也纳入 这是黄三声委员的意见嘛 那我知道其他委员有类似的意见 那当时的征点呢是在说 因为第五条啊 第一项呢 就明白表示 金融机构包含下列 十八款 十八款 那在第二项的部分呢 也将这些融资性租赁跟虚拟资产服务试验呢 也适用金融机构 也就是并同第一项的金融机构呢 并同看待 那有委员认为说第三方支付应该放进 类似 适用金融机构的规定 那这一点机关代表 是不是依序表示意见 是不是先请金管会表示意见 再来请书发部表示意见 来先请金管会 会场工作人员协助一下 好谢谢 各位委员大家好 那个首先跟 首先跟委员报告 在现行的这个洗方法里面呢 已经把这个第三方支付 列为我们规管的一个对象 只是他没有把它放在 这个适用金融机构章 那至于第三方支付的部分呢 我们依照现在电资机构管理条例 只要第三方支付日金余额超过20亿以上 这个部分呢 还是会由金管会来纳管 那只要他 对 在这个日金额在20亿以下 因为整个经济规模比较小 这个部分还是由数位部来关联 那以上两点补充 好 那么刚刚金管的意见呢 就是在行政院版的 第五条的最后一项 第四项的第五款嘛 所谓的其他业务特性或交易形态 亦为洗钱犯罪利用之事业或从业人员 那这个第五款呢 是由行政院来指定 那已经指定了第三方支付了 但是对于这样的指定是否足够 好 我想那个是不是请数发部这边表示意见 因为目前第三方支付是由数发部在做主管机关的 数发部代表请 主席还有各个委员以及机关代表 那数位部对于第三方支付的部分呢 就如同刚才金环会讲的 它已经经过行政院指定为非金融事业人员 那其实也是试用洗方法相关的一些规定 那如果今天把它放在第二项 把它列明列的话 那可能会造成说第三方支付跟其他非金融事业的 那个被指定的非金融事业 它试用的那个规定会不太一样 因为等于是只有第三方支付会试用所谓的金融机构的规定 可是其他的却没有 那这可能试用上有一次有一点不平等 那另外我们建议就是说 因为现在试用指定的是属于比较弹性的做法 未来有新的洗防对象被指定的时候 也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来处理 所以如果把它明列的话 就变成说会比较缺乏弹性 以上是数位部的说明 好谢谢 那因为现在有一个修正东西在场 那么提案的委员有意见 我们请吴思瑶 安事长请 谢谢 确实上一次在主条讨论的时候 对于第三方支付纳入 那怎么来处理 大家有了很多的讨论 那是不是可以请那个山山委员 可以看一下刚刚发下来的 我们民进党有提一个修正动议 针对第五条 它应当是 我们把第三方支付纳入 我们应放在的是第三项的第五款 第五款 我们具体的针对 这个信托级公司服务提供业 为客户准备哪些交易里头 我们放入了提供第三方支付服务之事业或人员 所以原本是把它 general放在这个原来的第五项里头 放在里头 那我们为了让提案大家多所讨论 很明确的把第三方支付 我们用另外一项一款把它列出来 所以这个也可以听听这个主则机关 认为民进党团这样的修正动议 是不是一个好的solution 我们认为这样子是可以很清楚的定义 拉出来 然后又不会造成太大的主则机关之间的一些 权责的汉格 所以我们认为是蛮可行的 是不是可以提供给杉杉委员 还有国民党的委员可以参考一下 好那么主席整理一下在场的发言的要点 那关于院版条文的第五条的第一项 是指金融机构有18款 第二项是补充 第一项是适用于金融机构的规定 有这目前两类 第三项呢 指的是非金融机构 一共呢列了 原来列了五款 那每款还有各幕 那目前 吴小伟的意思是说 那是不是把它放在第三项的 非金融事业当中 就刚刚苏发部所说的 非金融事业有那么多 但是呢我们特别呢 把它在这五项当中我们增列了 这五款当中增列了一款 特别把它非金融机构当中 增列了一个第五款 提供第三方支付服务之事业或人员 那原来的其他就变成了第六款 也就是说把第三方支付 在属于非金融机构的部分特别的 单独标列为一款 那以上呢就是符合原来它第一项 二项是属于金融机构 第三项是非金融机构 但是非金融机构原来的五款 我们增加一个第三方支付 列为非金融机构 好那请大家表示意见 三三请 双伟还有各位同仁 我想我们的版本比较特别是 我们希望它变成金融机构 所以我们会写在第一项 各位可以看到法条上面的 我们是把第三方支付 放在第一项金融机构的下方 也就是我刚刚讲的 我们认为第三方支付 应该由金管会来管 而不是让一定额度以下 变成是一个完全不怎么管 金流大量金流的数发部来管理 所以才会放在第一项 那如果要放在第二项 那又回到一点 就是那它的第三项的话 又回到是 它又是一个被指定的单位 所以它又不是用 金融机构的管理办法 那我们认为说 这样的管理会比较松散 那当然现在现行是 数发部在管 那我觉得长期的目标 第三方支付 既然有那么多牵涉到 可能被洗房拿来用的话 我们希望它能够列为 金融机构的概念去做管理 将来不管包括现在 大型大量的 它其实不亚于一个银行 所以我们认为说 这个可能必须要把它当成 金融机构来管理 这是比较正确的方向 我想那个分析点很明确 就是我们的修正 吴委员包括在内的 修正动议是希望说 仍然把它视为非金融机构 但是放在第三项 独立成一个款 第五款 以标示对第三方支付的一个管制的对象的明显程度 那刚刚黄委员33表示是说 还是希望透过这个洗房法的第五条 在第二项里面增列第三方支付 但是呢第二项是比照 是第一项是适用金融机构的管理 那因为金融机构就是由金管会管理 不是金融机构就不是金管会管理 那现在就有一个问题 可以请大家来表示意见 因为哪些事业是由 目的事业主管机关 主管机关是谁 那么由一个洗房法的作用法来规范 那么这个是不是可以讨论一下 因为到底第三方支付要放到金管会管 是要在洗房法里面去讨论 因为洗房法是针对不同的事业类型 我们对它的一个约束 那但是对这个事业的主管机关的本质归属 是不是要在洗房法里面做讨论 这大家可以思考一下 来 吴师要问人请 谢谢主席 主席讲的确实就是我非常在意的一个点 我们现在在讨论的是洗钱防治法 它是针对主管机关所管理的相关业务 如果有涉及洗钱 或者是我们怎么来预防的作为 那如果现在在这个洗钱防治法里头 要反过来去把第三方支付去改变它的主管机关 我觉得这个也是怪的 那当然未来 我知道黄山委员长期在这个财政委员会 在金管会的部分跟数发部针对第三方支付 到底要不要由数发部改到金管会去管 这个是后续可以在财政委员的专业里头 在做一个清楚的讨论 可是如果今天从防治法 洗钱防治法来把它导过来 我真的觉得一来时间可能也会拖到嘛 对不对 你要去把它的主管机关做一个大的翻转 业务从这里到那里 它可能涉及的不是我们在条文里头 放到哪一项这么单纯而已啦 所以我们是要让它有效的精准打击 而且快速的打击 而且能够在这一次的修法 就能够来回应我们洗房的需要 我是希望能够请黄山委员师 我们先让他已经入法 就代表在洗钱防治法里头 必须针对第三方支付 来做必要的对应的处置 那后续在主管机关 那后续在其他的法规去做思考 否则是就会拖到 也会去影响到 但是黄山委员的这个利益 我们也充分的理解 好吗 那三合员可以吗 我想上一次我们表达得很清楚 就是洗房法就应该是洗房业务 所以为什么我把洗房业务当成重要的 这件事情我们在修洗房法 不应该拿管理方法 或主管机关来这边我同意 所以我也上次也要求 尽管会把需必管理的办法 从洗房法洗出去 因为你们塞了一大堆管理办法在这里 这才不对嘛 所以我也同意 我们不用在洗房法里面去增值主管机关 或者是他的管理方式 只是对洗房业务 我觉得我们要表达立场 我们认为 数发部根本没有能力管洗房业务 这才是我的重点 那至于将来要不要纳入经管会 我觉得行政要有一个态度 你能不能够让现在的数发部 去管洗房业务 我个人是打很大的问号 第二个 包括需必的经管会也没有订出办法 然后在洗房法里面加了一大堆监管方式 这也不对 所以这套法我们没有人要挡 我们希望他赶快过 但是尽管会必须要在这部法过了 一两年之内把虚拟资产业务拉出去 把第三方支付的业务搞清楚 主管单位 这两件事情必须要理清楚 那今天他们提出的这个修正东西 我个人认为说 好 只要把第三方支付纳入 表达立法院的立场 我就没有意见 但是 但是 一样的 主管机关 还有需必管理 这两件事情 希望经管会 短时间之内 在这个洗房法通过之后 要立刻 订定虚拟货币的专法 去把监管的业务 从洗房法拉出去 不是让洗房法 让法务部来当经管会的保姆 好 那么 我想 那 黄山山委员的意思是说 我们可以考虑这个修正东义 好 那 那这只还是要提醒一下 附带决议之类 对 那这个附带决议的部分 这个由谁来拟啊 好 那在这里 我请大家看一下 因为我们这个修正东义 自己我也有签了名 但我发现 请大家看这两张 因为在所谓的 第三项我们增列的第五款 把原第五款改列为第六款的时候呢 在第四项的时候啊 它这里就写呢 第二项办理融资性租赁 提供虚拟资产服务之事业或人员之范围 接下来这第四行 第三项第五款指定之非金融机构 这时候的第五款就变成了 地方商商支付了 而原来的第五款呢 它是指其他业务性质 所以这里面的第三项第五款的第五款 是否要做同步的调整 这个部分呢 是不是 行政院这边 是不是我们看一下 各机关是不是要把那第五款改成第六款 这个字啊 就是第三项 我再讲一遍 就是修正动义 从最后一页 往上看 它出现了第五款跟第六款 那接下来接续是第四项 第四项里面的第四行 有个第三项第五款 这个五呢 应该改成六 才会回到我们修正动义后的第六款 就是原来的第五款 那我这里是不是就签个名 那这条呢 我们留待附带决议出来之后 我们再一并通过 那这个文字上的修正 我就先做这样的处理 好 那三三委员我就 我就等那个附带决议 我们离一下这个 但是我还是强调我们希望 三方之夫的主管机关 应该要进金管会 进表同意 进表同意 我同意黄三三委员的意见 刚刚主席说进表同意 是说 先请 附带决议 大附带决议 要进表同意 不好意思 我把话讲完 对不起 那个 现在第三方支付的主管机关 是速发部 这件事情 是规范在什么地方 可不可以请行政院说明一下 我的意思是 它的法规基础 第三方支付的法规 它的主管机关 是速发部的法规基础 是什么 因为你们刚刚一直主张 你们基本上面在讲的是 在洗防法 这个作用法里面 不要去变更 它的主管机关的属性 那到我现在的问题是 第三方支付 它的主管机关是速发部 这件事情到底规范在哪里 来 那个速发部代表 能不能说明一下 来请 报道主席还有那个 黄委员 这个其实第三方支付后来 本来是在经济部商业司所主管 然后因为随着业务 那速发部的成立 随着业务移波 在行政院协调 然后由数位发展部担任 第三方支付的主管机关 没有啊 所以嘛 我就具体的讲嘛 你所谓透过协调的方式 让第三方支付的主管机关是速发部 这件事情完全没有法律 或法规命令的基础 我这样的说明对吗 确实是没有 因为第三方支付没有专法 所以他 那如果今天 你们只是透过协调的方式 既没有法律 也没有法规命令 然后就可以协调第三方支付 是给速发部管 那如果今天立法院做一个决议 请你们再协调回去 给金管会管 有没有困难 来那个吴世耀委员请 我觉得速发部的同仁 你的说法是有点问题 我们在面对任何的组织修订 尤其像速发部 它是新的部会的时候 它确实会有 速发部的组织条例嘛 对不对 那里头会分 你们分哪些司 分哪些单位 这个都会有入法 但是对于任何的 各个司所管辖的业务里头 不会细致到 都去入法规范 所以你所说的是协调 好像是随便瞧一瞧 就变成你 我觉得这我是不接受的 这也不是过去 我们在处理这么多新生组织 包括过去在教育文化委员会 我们的这个国科会 变成科技部 然后又修回国科会 我们在条例上面会处理的是 它设哪些司哪些处 然后所辖哪些业务 句号 它不会细致到 第三方支付也好 或是什么新的什么方式 都把它入法 我觉得这在实务上有困难哦 对不对 我们大家想看看在公部门 怎么可能会细到每一个东西 都是用法来规定是谁管 但这不是组织法去巨细弥 把每一个业务都列出来的 所以我对于你的讲法 本来在做新的组织的条派的时候 就会透过哪些业务 专业上 人力上 会移拨给谁 这是合宜的处理 所以你刚刚的回答说 好像是协调 然后就这样随便东丢一个西丢一个 这样会有误导 这会有误导 这是一个组织任务的条派 尤其数发部是一个新的部会 他承接了不同部会的任务 而经济部商业司本来管的 第三方支付的一波 就到数发部来接手 我没有挑战其他委员建议说 我们未来对于第三方支付的主管机关 是可以来检视 但是你的说法我觉得要修正 他绝对不是因为 很随便被协调 业务就这样 这个说法很不精确 过去的每一个组织严格 任务的条派 大概都是这样的方式 他不是例外 特别轻易的随便的粗糙的 去做处置 所以呢 在数发部里面的数位产业 的这个项目里头 我现在看到一个法规名称 第三方支付服务业 对不起 第三方支付服务业 防止洗钱及打击 滋恐办法 他有这样一个办法 对不对 有这样一个办法里头 就有很清楚的写到 他属于 行政院下的数位发展部 的数位产业目 里头来执行 那这一个办法里面 我看有几个条文哦 因为我刚才找条文 这总共有 我看 十几二十个 总共有 16个条文 所以他是有办法在 管理这个业务的处置哦 不是没有 我了解 所以我觉得他的回答不精确 怎么会是用协调方式 说话不可以这样 他有办法的 容我这样做一个整理啦 其实很多的新兴行为 新兴事业 并不一定会在各 主管机关的组织法里面 所明定啦 金管会叫做金融 就是他管金融嘛 所以在本条的第一项 他就写金融机构 那既然是金融机构 一定是金管会所管理 而在他原来的第一项的 第十八款 他还是写 其他金目的事业主管机关 指定是金融机构 那表示说这里的 洗钱防治法 所谓的金融机构 原则上是以金管会 所管理的金融机构为主 但是加了一个十八款 其他被目的事业来指定的 那这里的目的事业主管机关 到底所指为何 金融机构的主管机关 一定是金管会 那请问还有其他金目的事业 主管机关指定的金融机构吗 比如说农业金库 OK好 那再来第二项 他这里写的融资性租赁 以及虚拟货币服务提供者 相信也不在金管会 原来法规里面所名列的 金融机构当中 但是金管会已经把它纳入管理 但是他并非 他可能还没有被金管会认定 是金融机构 他只是纳入金管会所管理 所以他这里的第二项 特别举名说是 适用本法关于金融机构之规定 所以这里面你又有一个空间 第一项就是金融机构 第一项的金融机构 还包括第十八款 其他指定的 第二项呢 不是金融机构 但是适用金融机构的规定 接下来第三项才是指非金融事业或人员 而当中呢 列了原来的第五款 他是说其他 那因为呢 我们不老是要举轻以民众 还是举重以民轻 总而言之修正动印呢 就是决定了 将第三方支付的 也特别标举在非金融机构当中的第五款 独立成一款 表示对他的重视程度 那至于我们在继防防治法 这样的一个标株 是不是反向可以去指定 他的主管机关 我觉得 是不是今天我们在讨论 洗防法的重点的时候 是希望他纳入洗防的规范范围 而且被标举出来 那刚刚黄三三委员所提到的 透过附带决议 希望未来第三方支付 由于他的性质特殊 应该等同于 类同于前面两项的融资性租赁 或者是说 这个 融资性租赁 以及虚拟资产 这样的一个性质 也能够为金管会所纳管 那我们是要在第二项 把它用这样的方式 指定由金管会来管理 还是放在第五款 还是放在非金融机构 但是未来 如果可以纳管到金管会的管理下范围内 他也不受这个拘束 我们不能说我们洗防法放在第五款 以后就金管会不能管 但是我们把第三方式标举出来 表示很重要 不管目前谁在管 他都要严格的受到 洗防法的高规格的对待 那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试着用修正东西来解决这个奇异的问题 那是我干资产委员能够考量 我们在这里可以再预告一下 大家已经收到下周的议程 那下周我已经排周四 就是这第三方支部也涵盖在内 就洗防法规范下 具有洗防防治对象 他在新兴行业里面的风险 那也跟三赛委员说明 就是要来 大家来好好讨论 类似像第三方支部这样子 在洗防法规范下 有洗防防治对象 具有高风险的新兴事业 我们怎么去因应 目的是法通过了 但是要有做法 那这个做法呢 我把它排在下周四的专题报告 看是否这样子可以来补大家的疑虑 或者认为有不足的地方 好不好 那那个附带决议有没有OK了 真的在写 那是否容我第五条 我先预告说 依修正东西的方式来通过 但是我们留待附带决议出来之后 一并处理 附带决议的部分 刚刚几位委员看过了 按由 数位发展部 应于本法修正通过后两年内 会商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 提出第三方支付服务业之管理规则 并共同于六个月内就第三方支付服务业之洗钱防治相关监管业务移转至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进行研议提出书面报告送交立法院 好这个附带决议内容呢就是要去研议怎么样把这个业务呢洗钱防业务呢移给金管会 但是数发部要在本法通过的两年内跟金管会呢来提出一个 第三方支付服务业的管理规则啦 大概是这样的附带决议内容 请问我们数发部跟金管会有没有拿到了 附带决议有 那我先等一下我先等一下 金管会OK吗 曾大办理 而数发部呢 好 那我们这个附带决议刚刚看过了 那我们的第五条就按照协商内容通过 好 好 来来 44条 好 美华33委员 谢谢主席我想 我们的台湾民众党的版本主要是针对44条 上次的43条他们讲的是金额嘛 那现在44条讲的是集体 那集体的概念那我们是认为说 只有三人以上不等于有组织犯罪 所以我们希望还是能够纳入 犯 339之4第一项各款 然后并犯组织犯罪的这个部分能够加进来 因为第一项只有三人以上 但是要到组织犯罪的话 其实并没有特别再加重 那我们的版本是希望在已经到组织犯罪的程度的部分 另外再加一个加重的条款 所以这个是这个版本的第二 第三项第四项 这两条我们希望能够加上去 好谢谢 谢谢我们黄珊珊委员 那是不是前我们法务部来做说明 跟主席以及法务委员报告了 事实上法务部的版本 行政院版本事实上它是比较 客观上操作上可行 你只要客观上它的共犯达到三人以上 我们就把它加重 那如果按照这个就是我们黄委员 或民众党版本的话 它必须要犯组织犯罪条例 事实上我们犯罪组织条例 在实务上要成立的可能性是相对的困难 因为组织犯罪条例 有它的构成要件 要集团性 要有牟利性 要有结构性 非常复杂的一个构成要件 所以事实上反而 日后在实务上要去审查 它是不是构成组织 这个反而是困难的 反而是困难的 这第一点 第二点呢 如果说这个又把组织 把规范犯罪构成要件的话 是不是会有重复评价的问题 什么意思叫重复评价呢 就是我们组织犯罪条例 已经在评价这个集团一次了 你现在又在我们家总里面 再把它评价一次 就等于这一个行为被评价了两次 所以说本部的立场 是希望就能够遭院版的通过 用客观数字超过共犯三人以上 我就把它加重 未来在实务上是具有可操作性的 以上补充谢谢 那我再补充问一下 所以市长你的意思是说 三人以上我们不用再 三人以上是你们第二款 第一项第二款 用三人以上的方式去犯 用三人以上的方式去犯 会加重其刑 但它如果到组织犯罪的程度 对 有没有再加重 更文报告 它如果犯组织犯罪条例的话 另外我们就用 这个新法上想象禁合去做 从一中处断 不会把这个想象禁合调给吃掉了 它如果 这个组织犯罪条例比较重 我们就论 那个组织犯罪条例要 确认 确认它有组织犯罪的情况下 它就会更重的状态 对对对对对 反正公报上都有 以后不要变成说中间有漏掉 不会不会 如果一行为同时犯诈气跟组织犯罪条例 从一中的想象禁合 就按照想象禁合犯罪去处理 从一中阻断 如果是记明说 它已经是三人以上 然后如果到组织犯罪的程度 调来更加重的情况 那就可以超越这个法条本身的重 可以 那如果另外再构成组织犯罪条例 我们组织犯罪条例的组织发起 那是最很重 所以我们主要是要抓那个首谋 对对对 主要是要抓首谋的这些粗点子 然后不做没有在里面实际行为的人 这些人要把他揪出来 了解 如果有的话就是回到那边去抓人 组织犯罪条例 它三到十年也非常的重 好我们希望这个部分 是照这样的方式执行 就是智商想了 那如果是有的话 我们还是希望把首谋能够抓出来 那如果用想象禁合的话 这条不修正我们没有意见 好谢谢 谢谢我们黄珊三委员 啊 谢谢我们黄珊三委员